BGD510-8克霍尔兹压痕试验仪按GBT9275及ISO2815标准设计 用于测量涂抹残留面型的程度 BGD510-8克霍尔兹压痕试验仪包含 一个压痕装置 由举行金属块、压痕器和两个尖角组成 一个测量装置 由一个显微镜和小电筒组成 一个计时器 同时还配有透明锯纸膜 上面有一个标准三角形 用于确定压痕痕迹的位置 第一步将施板漆膜向上 放在稳固的实验台平面上 第二步 将压痕器轻轻地平稳地放在石板上 放装置时 应首先使装置的尖角与石板接触 然后小心地放下压痕器 第三步 开始计时 30秒后 小心地抬走压痕器 抬起装置时 应先抬起压痕器 后抬起装置的尖角 第四步 移去压痕器后 用一张由三角形透明锯纸膜制成的模板 来确定压痕痕迹的位置 将显微镜放在测定的位置上 移走三角形锯纸膜 使小电筒的方向与压痕方向垂直 开启小电筒 可调整电筒位置 使入射角大于60度 旋转标齿轮与焦距调节按钮 使成像清晰 观测并记录压痕产生的影像长度 再抬起压痕装置 30到40秒内记录 仪器操作完毕